我们都爱点外卖是吧 现在这个外卖起手到处都看得到 这个年轻人都爱吃一点外卖的东西 但是你知道全世界这个外卖都流行吃什么吗 中国当然是中餐了 这毫无疑问是吧 但是在北美 在英国 在这个 澳大利亚也都是爱吃中餐 他们点外卖的主要的东西 也都是以这个中餐为主 你看到这个红色的就是中餐 你看这个版图上来讲特别大 那特别大的还有一块就是俄罗斯 俄罗斯这个最受外卖欢迎的 就是烤肉串 叫Kabab 这个烤肉 还是蛮香的 那加拿大就太不争气了 加拿大人爱吃的是Fish and chips 这个薯条加鱼啊 这个英国的传统东西 其实英国人都爱吃这个中餐了 这个加拿大人去吃这个很不起眼的英国餐啊 那但是全世界其实你知道所有地方最流行最流行的就是这黄色 黄色到处都是是吧 你看到黄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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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是披萨 披萨饼 那确实点个外卖要披萨是很正常的事 连我们家也小孩小朋友也都爱点披萨 来个榴莲披萨什么的 这一块南美洲的这一大块 看着怎么蓝色啊 跟这个日本是一样的 是吧 蓝色 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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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寿司在欧洲也也很受欢迎 所以这个全世界人民要吃的东西 也不过就是这几样东西 寿司 中餐 烤肉 披萨 所以你到国外要去开餐馆的话 当然还是应该发扬中餐 把中餐馆开出去